老婆啊 怎么样 对对对 对对对 好好好 那你来接我好了 好不好 五分钟 好 五分钟 好好好 阿晨 阿晨 一九 我们这边可能有陪人物 阿晨 你告诉我 小学初中高中我们的同学 我是阿灵嘛 阿晨 你问我啊 两光亮 阿晨 两光亮 两光亮 小说你最可爱的 我 我喜欢偷看人家行走 你真不得了 小时候都让你请客都不好意思 每次都到你家大花园去逛 小说 很有钱嘛 你说的 怎么在这边 我在找工作 找工作 现在是在哪里工作呢 在 没有工作 找工作 没有工作才找工作 以前在哪里工作啊 以前在 送一下报纸 这个是 送报纸 那有什么关系啊 以前没有工作 是啊 是啊 你那你 你现在在哪边工作啊 哎呦我的小公司啊 也不值得一提啦 最近刚搬你公司 200多个员工 好搬啊 所以这是你出不来的 等一下 等等 喂 嗯 是啊 1200万你买进好了 1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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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住哪里啊 三重 住三重啊 三重哪里 小地方 哎 你怎么客气啊 人生中不错啊 嗯 啊 不聊 哈哈 哈哈 啊 啊 有市中心耶 市中那里嘛 寸土寸心 能够住九楼就不错了 哎 很大了啦 你都不是要四個人住三百楼 你哪够啊 樓中楼 好 那我先走了 去哪裡啊 你那麼急幹什麼 你要去我送离城 我送离城 阿晨 阿晨 我送离城 我不好意思站你位子啦 哪一個 你什麼玩笑的 還有人嗎 有啊 我要跟我老婆有碰面 老婆就來接我 恭喜 名店夫妻百事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人可憐就這樣 趙毅就這樣 哎呀 不要打你 不要打我便車 我老婆等一下來接我啦 我這個車子 隨便坐都可以坐的是幾個人 哈哈哈哈 很漂亮 哎呀 不錯啊 長得不錯 不要啦 我幫不了你的忙了 我穿這樣怎麼幫你 這個女孩子 老婆啊 阿晨啊 你見面啊 唉唷 你說五個人 一本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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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看 老公 我來親你 我 第一位是 大廠子啦 哈哈 哈哈 喂 漂亮我們先走了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 哈哈 哈哈 這樣嗎 哈哈 哈哈 你給我朋友來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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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快下戲 好 好 來 阿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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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就是 晨晨哥 很謝謝你在我出道以來這段時間對我的照顧 還有不時的都會給我一些意見 那之前曾經有一次我跟朋友們在喝酒 晨晨哥也在 那可能酒喝多了男孩子多少會起一些口角衝突 當時我很不懂事 就是跟別的朋友差點打起來 但是晨晨哥拉住我 他打了我一下 他把我打醒 他跟我說 阿丹 記得 你已經不是以前的阿丹了 不能夠再 隨意的做你想做的事 你是一個藝人 是一個公眾人物 那 那句話到後來我一直銘記在心 那也希望你 不要再為我擔心 就是我會好好的把 在演藝圈的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好 謝謝 有感動 感情真心 他已經不在 他已經不在淘漆 對 我長大了 淘漆啊 淘漆 OK 接下來上場是我們的玉琳哥 Yeah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沈玉琳三次來我們這邊道歉大會的時候 他比大牌 他道歉的都是最大牌 他得罪的都是最大牌 對 你感謝的不會也是 也是大牌的 真的假的 說出他的名字 你要感謝誰 真的大牌 太帥了 不要故意說出一個大牌 對啊 當然啦 我們一生當中 我們要感謝的人 感恩的人真的被堂禍 那我們就舉這個說 大家至少比較有共鳴 就是說因為大家認識他 對啊 那楊超伯在我生命中的地位 就是說 他是 當時已經算是國際巨星 對啊 當然 然後有一年他來台灣 發了一張片 叫做為情所困 我還記得當時是那個 經典唱片發行的一個專輯 那就來台灣做宣傳 然後呢我們就輾轉了一個機會 就幫他製作了一個電視專輯 當時綜藝節目流行電視專輯 就是說你是巨星 然後一個小時的節目呢 就都讓你唱歌 完全都是 對 都訪談 就都是你這樣子 那當時呢 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我跟我的那時候的前女友 其實交往很久 也差不多快十年的時間 就瀕臨分手 那當時我很愛這個女生 幾乎到了說沒有她我會死 沒有她我就覺得世界末日 冷溫 你也好 不用浪音我 先把手按在這裡 可以保證這一台不是別人 聖經啊 安聖經 然後呢 但是我那女朋友也很喜歡梁朝偉 他是他的粉絲 他是他的粉絲 超級粉絲 所以我就心裡想說 因為我當時是 含著眼淚在錄那個影 因為感覺上我好像錄完這個 錄完那段影之後 應該就是我女朋友 會跟我分手的時候 然後就想我怎麼辦呢 那就想說 他所喜歡的對象就在我面前 那我如何讓梁朝偉能夠幫助我 挽救這一段即將破壞的 是假的吧 然後來 後來我們就錄吧 就錄了 那個專輯呢 也很順利的就錄完了 錄完以後呢 因為很成功 梁朝偉就過來 就握了手 我想說就這次機會了 因為我如果不開口的話 那他可能就明天就要回香港 好 我就握他的手 然後他就覺得我的手 異常的那個情 因為我必須放開他 因為我一直想要找機會 跟他講話嘛 然後他一直感覺 要把手抽回去 我一直一直把握住 然後他看我手一直抖 他終於忍不住問我說 請問妳有什麼事要跟我講嗎 那我才告訴他這個原委 我說 老師 你還好嗎老師 老師 沈玉琳利用梁朝偉挽回戀情 是因為我對我那個前女友的愛 已經 已經顧不到這一切的面子 是 寧可不要面子要挽回這段 你要挽救這個感覺 對 他就微微的一笑 眼睛也放了 他看我手一直抖 他終於忍不住我說 請問妳有什麼事要跟我講嗎 那我才告訴他這個原委 我說能不能麻煩妳喔 我先來撥個電話給我這個女朋友 妳跟她講幾句話 妳跟她講幾句話 那我本來想說 我在有這個計畫之前呢 我跟我們公司的工作人員討論的時候 每個人都叫我不要這麼做 他說這樣很丟臉 對 而且最高的困難度 就是因為梁朝偉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會跟人家講話 和相處的人 然後人家認為說他跟你非親非故 而且他是我們節目的客人 來錄專輯啊 你這樣做 凹她 你這樣凹她不對 但是因為我對我那個前女友的愛 我已經 已經 是 妳要挽救這個感覺 對 所以沒想到呢 我當我提到要求的時候 她就微微的一笑 眼睛也放了一下電 她說好啊 可不可以不要有這麼多電話 你別講幾句話 你跟她講話 她幹嘛要跟你放電呢 她實在是放電 我覺得她不是放電是放後電 她還要繼續 然後她就從她的嘴裡面呢 輕輕的吐出兩個字說 沒有問題 喔 講英文 講英文 對 不是講笑話 講笑話是英中漢 我就跟